跨年夜的捷運站 总是急满旅客 水泄不通 列车更是长达40小时 不收班 但看似无意的列车 行径当中竟然无形地 影响地球磁场改变 列车开出车站 仰赖的就是轨道上 这条输电轨 营运期间 除了供应电力 同时得把电力回送 却因为电流不均衡 形成砸散电流 分布在北节沿线 才会造成地球磁场改变 首度发现 捷運影响地磁强度 就是因为研究团队 原本在进行大屯火山观测 但磁场总是受到 异常杂讯干扰 装设观测以后才发现 一天中上下班间风起 即晚间11点到凌晨 干扰最为严重 2012年的跨年夜 磁场强度 更是连续45小时改变 比对后就发现 和捷運运行的时间 完全吻合 原来一点半到四点半之间 没有磁场的改变 但是在跨年的时候却有 所以我们根据这样子一个 观测结果认为 磁场改变跟捷運的运转 是有绝对的关系 左性磁三电流对乘客健康不会造成影响 加上只会出现在高架路段 民众可以不用担心 但学者还是建议北捷 能够比较机场捷運 提升铁轨绝运效果 避免长期下来 对无法绝运的钢筋水泥占体 造成影响 接下来杨国王复民台北报道